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2月23号星期五 对于我们肥胖界人士 人也都是说什么 就是说我们夫妻两个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我跟我老婆我们俩现在主意要一起慢慢变胖 对于我们肥胖界人士 有一个好消息老婆 说减肥神药叫斯美格鲁泰 成为了32年来适用于日本医疗保险的第一款 新药 减肥神药斯美格鲁泰 2月22日在日本正式上市 每人每月的费用是4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是1913元 作为适用日本保险的肥胖症的治疗药 这是自1992年以来 32年以来 第一款新药能够加入了日本医疗保险 作为专门的针对肥胖 针对减肥的 我们也知道 日本医疗特点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他做这种新药上市的话 他做这种备用调查 做什么之前的准备 临床试验都比较认真 既然日本医疗医院能够认可这个药 来就是说减肥 治疗肥胖 而且还能够把它纳入到日本的医保 等于就是说医保在付钱 让你来吃这个药 我觉得对这个药来讲 还是一个极压的肯定 对不对 肯定他的一个安全性 等等等等的 效果 安全性都有所肯定 对于我们肥胖界的人士 都是一个好消息 我记得去年 有个小伙伴来拉瑟加斯玩 我们一块吃饭 他老婆好像就用这种药 用完之后 就几乎没有什么食欲 我们一块出去吃饭 吃不了几口 我就看你就没吃 你就意思了意思了 一两口而已 就跟没吃一样 他就没有食欲 他就说 当时他就用了这种药 在减肥 看来还是挺有效果的 但是这个药 现在看来 也是被全世界认可 斯美格鲁泰 原来最早的时候 研发这个药 是来治疗糖尿病的 有降低血糖的作用 还可作用于中趋神经 有控制食欲的效果 针对日本人的这种临床实验表明 他在日本上市 也要在日本做临床实验 他也是做了1727临床实验 临床实验的结果表明 每周一次皮下注册2.4毫克的人 68周之后 平均可以减少体重的13%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日本肥胖协会 把体格指数BMI 在25以上定义为肥胖 另外定义有高血压等并发症 医学上需要减重的这种状态 就为肥胖症 这算有病了 这个时候医生就要给你开药 这个药是纳入医保 医保是要给你负担的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 在日本男性当中有33% 女性中有22%的BMI 在25以上 我说实 咱不说别的 就是说日本人弄的药 这个药他认可的 咱们也说这个药 但我就觉得日本人肥胖 就纯粗自己在那吓唬自己 日本人是真的不胖 我觉得日本人 还是就这些年 我觉得他们怎么说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 安土中千 你发现以前日本人 特别喜欢出来惹惹来 现在很少 你看来美国 现在日本的游客 其实不多 大量都是中国游客 你发现没有 因为我们拉斯加斯 来了中国人特别多 日本人特别少 日本人现在不太愿意出国了 好像 日本人刚开始 新副阶段的时候 特别愿意出国 后来之后 你会发现现在日本人旅游 也都基本上在国内 而且日本人 他可能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有一种就是说 你说他是自信 他是什么的 他是过于就是说 这种自满也好 但是他就是那种民族自豪感 他觉得我日本挺好 我也不需要学外语 日本人 他对学外语也没什么兴趣 而且觉得自己日本文化也挺好 他对外来人文化 他也不接受 是不是 他就觉得就我们这挺好 你们别来给我们捣乱 我也不停给你们捣乱 咱们就是 他是不是有点那意思 就是自我 就在自己这儿待着 而且现在日本人 就宅得要命 就甚至都不要说出国了 人家都不愿意出 天天就在家宅着 宅男就是从日本来的 对不对 这个词就日本向发明了 对不对 在家宅着 所以我看他们也挺好 但是我觉得他们经常不出国 不到美国来欣赏一下 美国的这些 标型胖汉 他们总觉得自己胖 我顺时代的 我觉得日本人如果经常来美国 看一看的话 日本人觉得他们应该增重 我觉得日本人离着肥胖 非常遥远的距离 应该来美国 来美国看一看 好吧 不过当然了 那个猫着良心说 就是说我们虽然也在开玩笑 我们也觉得自己现在处于 这个胖要命 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话 我们真的还不算胖 是吧 对 但是你看我们要跟中国人说 说我们现在太胖了 需要减肥 是吧 中国人还都觉得是 对不对 但就跟美国 美国人就不不不奇妙 对不对 前两天我们去那什么 也是去 不说去哪 去买衣服去 两个服务员 对吧 有一个老美服务员 然后我老婆就 反正就说她那个衣服 是一个没有绣的 然后我老婆说 说不要 胖胖太胖 然后不想露出来 你知道吗 然后那老美服务员就在 我什么 什么 你什么东西 对不对 然后就跟那个中国服务员说 说她在开玩笑 然后因为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反正就是 我们是中国人的那种 那种那种审美 就是那种特别 特别瘦 你知道吗 我以前减肥的时候也是 以前减肥 我在网上 我想查了一些男明星 是什么体重 什么身高 然后做一下这个对比 然后我看完了 什么刘德华 谢丁峰的那个 就那个体重身高比之后 哇 你一看 那几乎 它不现实 你知道吗 就是我讲的那份 就成棍了 你知道吗 太瘦了 你知道吗 但是反正 中国男明星 就是他属于那种镜头和加十斤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就是要 真的要搞到特别瘦 追求那种特别瘦的身材 对不对 但是在美国来讲 他根本不能接受那种东西 那种身高体重比 在美国 他不太现实 对不对 所以反正我们现在这个呢 就是说 在中国人里面算比较胖的 对不对 有的小 我不知道从镜头里能看着我胖 能看 但是我跟你说 你们绝想不到 我现在都是贼肉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我现在基本上 快要一米见方了 什么叫一米见方呢 我跟你说这样 我是一米七十八 对不对 一米七八呢 因为一百七十八厘米 对不对 我现在体重是一百九十一 你们让我说 不是一百九十六 是一百九十六磅 一百九十六磅 但一百九十六磅 差不多就一百 一百七十多斤了吧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就一般来讲 如果是 就是说什么叫 就一米见方呢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米七八 然后一百七十八斤 这个就是方形人才 在中国 你知道吗 对 我以前一百一百九十六磅 我看看 Hey Siri Hey Siri 196磅等于多少斤 196磅是一百七十七点八一斤 差不多就一百七十八斤 所以我现在属于一米见方 一米一百七十八磅 一米一百七十八斤 但是 但是我要不说的话 你在镜头里也看不出我那么胖 反正是胖 但是看不出 看不出 看不出你一米见方的身材了 对 反正就是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 我这个 我也好多 好多小伙伴 如果在这个日常里面 就见到我之后 都愣了 你原来这么高 这么胖 我好像在镜头里 不知道为什么显得特别 显得又瘦又小一样 是不是 不知道这镜头怎么对我那么好 好吧 作为肥胖间 好 不管怎么着 反正现在也有新的减肥神药 我一看着这个我还挺高兴的 好 给大家说一说 因为 之前他们说的时候 我这担心 因为最早的时候 在纽约有个小伙伴 吃那种减肥药 叫什么 就是运动之前吃的 你知道吗 左旋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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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小伙伴 吃了那个之后 也不是很好 然后有时经常吃的 那人有点 就离离 那东西吃完 是不是特别兴奋 是吧 就去跑步 是吧 反正就是 我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对那种减肥药 印象都不特别好 但是这个看来真的不一样 因为有小伙伴 吃了之后 效果就挺好的 然后看日本 现在又纳入医保了 从92年代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 肥胖界来讲 也是一个福音 好 美国吃这个药 医保管 还是自己 其实也无所谓 如果一个月就1900多 美元 也没有多少钱 对吧 1900多美元 200多美元而已 对吧 200多美元 我们以后 现在就美国这个物价 你随便好一点的饭店 随便吃冷饭 两个人 三个人 就200多 对吧 那你现在 你不都这样 你一顿饭 不也就 那这个药都可以吃一个月了 是不是 而且你要是吃了这个药之后 你失 没准还省钱 对不对 好吧 那这些人到这里 谢谢大家 都比赛不得了吗 谢谢大家 好